導致機器耳 之前大家應該都知道 林鄭已經做出一個 EV3活塑膀塊機器耳 但是這對於人類的使用性命不大 所以我們想要利用EV3的元件 來製造出更多能夠幫助 我們的生活的機器耳 我們就想要利用EV3的元件 來製造出掃地機器耳 就是可以模仿市面上的掃地機器耳 我們已經開始要進行程式設計 而且林鄭已經大致上都把機器耳給建造好了 剩下來只是程式的設計 還有把吸塵器的部分再更加強就好 首先劉彥婷老師就是有一些疑慮對於吸塵器 然後我上網查到的資料是說 吸塵器它是利用真空 就是先讓它起風然後產生真空 把風扇裝到一個盒子裡產生真空之後 有一個接口一接出去 裡面真空就會需要空氣 所以你空氣就會有吸力 所以所產生的那個 那現在我已經做出一個風扇 然後這風力蠻強的 然後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這個風扇目的力用來抽空的 是目的力用來抽空的 這樣子 是吸塵灰塵嗎 把灰塵吸進去 對 把灰塵吸進去 我來掃地機器人 我來掃地機器人 掃地機器人已經存在了 你這個東西放進去不同地方在哪兒 你只是用機器人做的這件事情 他本來掃地機器人是機器人嗎 掃地機器人是機器人 可是掃地機器人他的那個 他的價格是比較高的 他的成本是就是 如果你是用有廠牌的那個廠牌的話 他機器人的價錢可能會達到 最貴最貴最貴我看到的是2萬多塊 然後但是你如果是用一些就是 路邊的人他可能完全沒有 售後服務保障的那個可能就只有幾千塊 可是那我們這個的價錢也是 就是只要用一些小 就是不用用到整組VV3 他可能是一組一組的 而且如果大量進購的話 他成本可能會再降低再降低 所以他成本可以說是 比那一些2萬多塊便宜一倍左右 他賣到2萬多塊是因為他有草牌 然後賣草牌 因為他是第一個創出來 我想問的你現在做出來 能夠取代他嗎 你不要講價格 方便性跟使用性取代得了他嗎 這就是我們未來要看到的 要先要先做出來 然後再進行改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不是我現在有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題目是還不錯 可是電風扇不代表吸塵器 你那個叫電風扇那不叫吸塵器 就是我觀察了我家裡本來的草地吸塵 他是用一個電風扇下去 然後你在外面加一個盒子之後 然後他就會剛剛我講的 他會產生針扣原理 然後你用一個管子吸出去 我看他 然後你放一個吸塵盒在上面 他是可以吸的 我給你一個建議 因為他們 因為你的東西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辨識器 你善用辨識器 就可以做出更加不一樣的東西 善用辨識器 不管是用手機的辨識器 或什麼的辨識器 你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偵測器 顏色感應器還有紅外線還有觸控 還有再來越來越多 非常多 所以方向很多 加你出菌也是不錯 增加功能 你不是取代而已 你要更好 才有市場 就找一個他們沒有做到點去做就可以了 你都不要去做到取代 而是我們增加了什麼功能就可以了 還有他的循跡也是一個好方法 在傳統的過程當中去做實驗 他們哪裡會漏掉了 然後他掃完全部的過程當中 他花多少時間 用你的聰明 用你的聰明循跡 他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掃完全部花多少時間 那遇到障礙時候 他的他的行進路徑怎麼變化 從行進路徑也是一種方向 行進路徑還有他的所謂的辨識掃描 都是好方法 對 所以從幾個點去處理 就是進化版 功能一定要取勝 我覺得你好像還沒有做到那一塊 等到你做到那一塊 我們再來說吧 這個重點有點搞錯 你那塊沒有做出 所以你先不要做到取代 因為取代不可能 所以找一個點 你找到一個 額外增加一個功能就可以了 在既有的掃地機 加一個功能就可以了 不要一個想法說 我想要做的比他便宜 那不可能 量化的東西我們都不可能贏他們 所以增加一個功能就很夠了 謝謝老師 再一次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